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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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前面已经讲完的盒 其实盒只是刚入门而已 真正重要是直盒 在很多空间结构 包括这个量子里面的话 直盒才是最重要 英文叫Direct Sum 直击是延拓出来的一些结果 所以我们还要花多一点点时间 来看这个最重要的直盒 什么叫直盒呢 我来很快做一个定义 其实他的直觉是很直觉 直觉完全在变成数学公司 这个都是我们在研究 很多数学系统里面所要看到的 一样一开始我来看两个直空间 U跟W 它是直空间 V的直空间 好啦 因为它既然那么重要 所以就慢慢来 Direct Sum 就是说这个U跟W的直核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Direct Sum 直核 直核 这是什么东西呢 Is Denoted Hit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好多 翻开这个网路上 很多那种数学报告 看到这个符号 你们就 真奇怪 为什么突然多一个圈圈出来 你们看出来 那原因就是因为 它有它的一个空间结构的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属性 Need to 怎么样呢 它必须满足 那我现在就比较很自私 慢慢来 让各位 先缓和 对它的陌生 那后面呢 我会再用数学符号来 来做说明 那满足什么条件呢 注意咯 对于所有的V属于V 注意唯一存在 U 属于U And W 这也是唯一存在的W 属于W 使得 V可以表现成U 加上W 哇哦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它叫 Unique Representation 哇 Unique Representation 这个符合非常重要 在空间结构里头 包括以前我在修那种 控制系统 电机的控制系统 里面都有很多这种空间结构出来 好 我的水呢 在这里 既然那么重要 我们就慢一点 好 那我们就继续来往下看 其实我把符号 再整理一遍 不要用 不要用红色来 用这个符号 把它改成黑色 那这个的话 U W 这个符号 你把它记在心中 U 直核 Direct Sum of W 它弱且为弱 弱且为弱 我的直核怎么被我写成像狗肯一样 乖乖 乖乖 写它既然那么重要 我就把它写漂亮一点点 漂亮一点点 好 对于所有的V 属于V 再重新整理一次 唯一存在一个U 属于U W属于W 使得V 可以表现成U加W的核 再重新生论一遍 太重要了 因为很重要 要多讲几次 多讲几次 看出来 多讲几次 好啦 这样没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那前面就已经讲过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的X轴 那这个什么 这是我的Y轴 有没有 看出来 那这个是任意的一个向量 好了 就随便写一个向量 我现在还是写成RAW的写法 看到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看出一个 因为这个题目是在论述给你们看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 XY 会等于XE1 再加上什么呢 YEQ 那这个我在 我很喜欢 因为我以前读书的课本 E1是标准基底的E0 有没有 所以我就很喜欢用它的符号 好 那E2 等于什么 01 有没有 这是一组标准基底 在这里 看出来 那这个是什么样 其实这个是指是 Unique 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 你说这样子还不是很容易了解 没关系 我再整理一遍给你看 我U就把它 假设成是 X Axis 那它是由谁编织出来的 由E1编织出来的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那W呢 就是我的Y軸 它是谁编织出来的 它是E2编织出来的 有没有看出来 嗯 那所以呢 好 所以 我们的R2 就等于 U 直合 W 那讲白一点 它的空间结构就是由X 轴 有没有看出来 跟Y轴 直合出来的 哇 你说这个很简单啊 没有错 用简单的观念跟你们表达 当以后变得很抽象的时候 你才不会受不了 好 那这样看了半天 直合那是直觉 唯一存在一个U 一个W 让它 V空间的话 可以表成U加W 可是这样在检查空间结构的时候不行 这样检查 每天靠直觉的话 脑袋瓜已经打结掉 所以数学家他们就很聪明 好 他就弄一些判断的定理 判断定理 那这个也就是你们这一边要学的 而且考试常考的 好 假如V 直合 那直合刚刚您知道的 是unique 那是用直觉规判出来的 那有没有好定理 有两点 记得就跟我们向量空间 LC 基底是LC跟LI一样 那这里的话 V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几乎都是LC的感觉了 第一个V是要有U跟W的核空间出来的 还有U跟交集W 哇这一点好强啊 好强 这两个空间的交集只有零向量 不能够其他有瓜葛 非常重要的两个条件 要把它记下来 要记下来 因为这一系列的考题 这边就是最重要的 常常考的 好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来先证明第一点 有没有 第一点我是推过去 所以接下去全部在玩这些式子 这个 对于怎么样 对于说我要证明 这一个由U等于 这个V等于U直合W的这个 来推的第一个条件 那对第一个什么样 属于 那唯一存在 按照我们的定义 我们的定义 注意哦 这样推过去的前面定义 有没有 不要忘掉它的定义 使得V等于U加W 这个Trivial 这就属于U加W 这个Trivial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一件什么事情 按照前面的定法 X属于A推到X属于B 所以A就包含B 所以V就包含U加W 可是 UV的话 UW的话是V空间的子集 所以Trivial 这个一般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尤其发表论文的时候 这些都要讲清楚 表示你的严谨性 你的严谨性能看出来 所以这样的A包含B B包含A 所以 所以 V等于怎么样 U加W 所以第一点我们证完了 证完了 好像还没有 Long story 还有很多故事要玩 所以刚刚讲第一点已经证完了 再来证第二点 如果说 想要证这一点 想要证这一点 有没有 想要准备证这一点 有没有看到 好 如果说 V属于U交集W 我要证明这个怎么样 我要证明 就是NAME 我想要证明什么 我想要证明 我想要证明说 这个V等于0向量 才U交集W 才会等于0 好啦 那V的话 等于 注意 因为你像V 你可以看到V等于V加0 等于0加V 那这个前面的写法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个V它怎么样 属于U 因为他们是又属于U 又属于W 是V属于U 不是V属于W 那这个写法什么意思 这个写法就是V V属于W 那可是 可是 你不要忘了 所以这个证明技巧的时候 也是很漂亮的一个证明技巧 没有 好 证明技巧这样 所以 Base On 那G 什么呢 这个BaseOn Unique Representation 你看出来 哈哈 哈 We have 诶 这两个试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试子跟这个试子 是同一个试子 有没有 同一个试子 所以U要V等于0 那也就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U交集W只有等于0向量 哇 漂亮漂亮漂亮 漂亮 漂亮 看出来漂亮 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才只证一边而已 还过来证 还过来证明说它有Unique的Representation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证明它有Unique的Representation 那 好啦 所以对于所有的怎么样 V属于V 好 我假设它有两个Representation U加W U'加W' U' 那U' U' 是属于U 你说这个游销数字好像很烦 不会很烦 这个是一个很严谨性的证明 比你写数学 比你写电脑真实还要怎么样 还要简单 所以这个严谨性平常就要练习 所以我们就先看看 假设它有两个 那两个的话 我就可以做一个什么动作 我可以把这个四字移到这边来 把这个四字移到这边来 那这样的话我就得到什么结果 我就得到 U-U'等于W'-W 那U属于U再加上-1U'等于W'再加上-1W 那这两个 左边看看是属于U 因为U是指空间 所以线进组还在指空间里头 W也是指空间组还在指空间里头 左是属于U 右是属于W 所以这两个四字 又属于U 又属于W 那就属于U交集W 那它等于0向量 哇 太漂亮的一个证明的小技巧 那这个你就必须要开始来训练 所以U-U'会等于0 W'-W'会等于0 那这什么意思告诉我们呢 这告诉我们是说 这个U等于U' W等于W' 那有没有两种表示式 没有 这一种表示式 没看出来 所以 V怎么样 具有 英文叫Possessis 这个N U Unique U 好像AN 这个到底A还是AN 每次都会 都会confused 好 没关系 Unique U U 应该是A 应该是J 好 没关系 再去查 有时候我们 理工的人 老是会狐狸狐独 包括我 有时候对那个定罐词 不定罐词 用法常常会乱用一通 所以不管怎么样 嗯 我们正玩的 正玩的 嘿